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这是2019年中国支队的国际足球友谊赛 由中国队队的尼日利亚队 本次比赛在美洲五华开打 中国队将会和尼日利亚争夺一个决赛的资格 决赛将会在周日的晚上七点半进行 而三四名的决赛将会在周日的下午三点进行 所以说中国队第二场比赛的时间现在也没定 今天中国队依然是穿着传统的红色球衣 而尼日利亚队还是他们绿色的比赛服 我最近没有看尼日利亚的国家队的比赛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们新款的一个世界杯之后的一个球衣 如果是世界杯那款的话会是那个比较有特色的球衣 因为在国家队的层面呢 女族和男族都会穿同一款球衣的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一个首发 中国队门将19号毕小林 其他球员有4号楼佳慧 这是场上队长 5号吴海燕 6号刘珊珊 8号李佳悦 10号李颖 11号王珊珊 16号杨丽娜 20号张瑞 21号刘惠婷 而尼日利亚的首发门将1号托鼠谷 再来看看其他位置 有3号的奥斯纳奇 5号的奥诺姆 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6号积温度楚库诺耶 7号安南 10号丽娜 11号提纳扎 13号恩格奇 14号费斯 18号哈里马图 以及19号的积温度艾哈佐 这就是双方的一个首发情况 待会结合比赛进行 那咱们再来看看两队具体的打法 边路船中 刘惠婷给进来 投球 来自王珊珊的一个投球 中队李颖和王珊珊 应该是我们两个前锋啊 我们过往还是打442要更多一些 右后卫刘惠婷的船中 今天中队开场之后 进攻打得比较主动 这场比赛大家比较关注的王霜是在T5席啊 由于刚刚从法国回来 可能他的身体状态呢 还没有达到最佳 有些疲惫 这场比赛考虑让他坐在T5席上 王霜山射门 这一次是出了底线 中队开场之后 两个边打得很好 在 在女子足球这个层面 你看着可能双方的排名差距不是特别大 但实际上实力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今天罗马尼亚队打韩国队输了一个0比3 今天的主打班是密斯宇 尼尔利亚的球员队这次犯罚不太满意啊 他认为是不是应该给张牌 张瑞的犯规 张瑞确实用了一个索猴动作 这个动作呢 确实危害性比较大 刘珊珊转过来张瑞 张瑞还是中场的一个核心角色 刘慧婷分右边落 这球没传好 龙佳慧今天又踢了一个边前位啊 刘慧婷是打了一个后卫 贾小拳上阵之后呢 对球员的这个位置呢 进行了很多的调整 他起初呢 用刘慧打过边后卫 这场比赛 大家要看看李佳岳打什么位置 应该从这个首发阵容来看的话 应该是和乌海岸两个人搭档中位 李佳岳过往还是踢边后位更多一些 但是贾小拳上阵之后呢 对很多球员的位置进行了这个调整 实际比赛效果还可以 这球权应该是判给了尼日利亚队 看比赛直播也欢迎咱们的球迷后进行互动交流 大家可以在直播窗旁边的评论区留言 来聊一聊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看法 也可以聊一聊中国女卓的未来 包括我们在赤士杯赛场的一个前景 尼日利亚队开场之后还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 现在拿球的是16号杨丽娜 他让杨丽娜踢后腰啊 杨丽娜踢后腰就是正常的位置啊 杨丽娜这没变 就是其他的几个位置呢 我觉得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最好的对球员的使用效果 这个也很难讲 在贾跃拳上任之后呢 他固定了杨丽娜和张瑞的一个双后腰的首发 这两个人的位置基本上是不变的 早期呢我们用过任贵心和谭如荫 这都是之前的将领员了 现在后防线上 吴海燕和这个刘珊珊啊 这是两个中位 右后位刘慧婷 左后位是 吴海燕和李家月是两个中位啊 右后位是 刘慧婷 左后位呢是刘珊珊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的话 还是吴海燕带着队长秀标 现在官方可以齿华名单里边呢 显示队长是楼家汇 应该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后腰这两个球员呢 我觉得目前还是中国最顶级的后腰选择了 杨琳娜确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她的整体风格呢 我觉得和谭如荫也很像 但是她的身体素质比谭如荫也好很多 杨琳娜的进攻前插能力 前插进攻能力也非常强 有球迷说杨琳娜一直是中后卫 是啊 她在夹育拳的手下就是打中后卫吗 原来就是踢左后卫的呀 左后卫中后卫啊 包括都用过之前的削胶啊 这都是打过边后卫打过中卫的 因为我们进阶换的这些主教练啊 布鲁诺比尼还好 后来换的那个冰岛人呢 确实把整个阵容呢 用得很迷糊 是让王珊珊去打后腰啊 这都是她干的好事 但实际上证明这么换人的效果 并不是特别好 假设到对于整个阵容的使用 从过往的一些实战来看的话 效果还是不错的 中队前场定位球 尼尼利亚的门将托楚库啊 看上去个子并不是特别高 中队这场比赛远射和定位球 调高球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主阀的是 这应该是那 谷远山啊 谷远山的主阀的定位球 谷远山开起来 前点头雄蹭了一下 点回来二点 大门漂亮 1比0 比赛开场第9分钟 中队后摇张瑞 在进区里边捕捉住二点进攻的机会 一脚暴射把球送进对方大门 尼尼利亚队果然还是定位球防守出的问题 谷远山开的定位球的对方解围没有踢远 二点下来保护的也不好 尼尼利亚队给了张瑞一个射门机会 再来看看 他这门将个子太矮了 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就介绍了 他高攻球没有任何的优势 他出来打这个球也打不远 就稍微拳头尖蹭到一点 正好是打到张瑞的脚下 张瑞直接一爆射 1比0 中队取得领先 有球迷留言说别提西格提了来气 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你要不说我就想不起来了 那是极其失败的一个决定 让他当主角脸 他根本都不知道哪个球员是谁 这么早的取得进球 中国队确实 之后的比赛会很好打 还有人在说布鲁诺比尼 我觉得布鲁诺比尼是非常好的一个教练 近些年的巅峰状态 就是他带队打出来 包括我们在奥运会的赛场 打的也是相当好的 当然因此他手下打那么好 也是亚洲最优小姐的候选 包括那会儿的游王霜的使用 他呢还是崇尚进攻和传控 而贾跃拳指导和他的不同 就是比较注重攻守平衡 中队现在防守比之前更硬朗 这是一个变化 当然这个风格的变化调整 我们的球员有能力去适应 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上 这个打法可能会更实用一些 好球 王霜山山第一下没拿好 确实身体对抗 我没有太大的优势 尼利亚的球员 这个身体素质都非常棒 我们120在去年和他们有过一次交手 这个交手呢 最后是个我们被绝评 从而小组被对方淘汰出局 对方出现 对方出现 好球员 我可以也有出现 这场球打到现在为止 尼日利亚队想把球送到我们的禁区附近都很困难 那确实整体实力层面呢 中队还是要远远高于对手的 看看这一色分道走路 视野很开阔 桂亚杀面对对方的奥斯纳奇 桂亚杀内切变后卫上来 杨丽娜 杨丽娜的远射功夫也相当了得 刘珊珊 虽然她是我们换了这么多将军员里边 比较少数的一直在打主力的一个球员 因为她一个张瑞一个王珊珊 这是在三界阵里面一员都是在打主力的球员 像其他球员包括中卫线的吴海燕 李家月这都在中期淡出过国家队的事业 现在这个首发阵容里边就是王珊珊 刘珊珊 加上这个张瑞 这三个人是这几些国家队的一直是首发 主力 李颖呢之前也不是 在布鲁诺比尼时期呢用她用的很少的 那会儿风险就是王霜和王珊珊 那会儿我们打442和4141多一些 我也打过4231 这也算是一种更新换代 一些老将像淡出发队事业 有一些新的年轻人上来 而且能力是非常强的 确实女足呢 由于这个本身女性的这个身体原因啊 她他们这个职业的寿命没有男子运动员那么长 而且这个巅峰期呢会出的比较早 岁数稍微偏大的话 伤病对他们的影响就太大了 很多我们之前非常有天赋的球员都是因为受伤 就逐渐这个你不能说能力下降 她确实比赛状态不会那么好了 唐文英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之前还是亚洲足球小姐的候选 现在的国家队已经进不去了 很少了 唐文英就是西商 包括马小旭我们也知道 伤病对他的这些生涯影响也非常大 中队实际上这15分钟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机会啊 就那一次定位球 我们阵地战还没有创造出来射门机会 就那一次定位球把握住了 也是对方文匠一个失误 我们阵地战还没有什么太阳 刚才这小的家伙的速度又是横传 这球着急的呀 他是看到了中路的王珊珊 因为刚才呢 他在抬头观察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后卫回来了 但是他在一调整去传这个球的时候呢 对方中路两个中卫已经到位了 这球很难传出来 他是想打第一时间找这空档 这个球确实想的有点简单 或者说处理球还是慢了 青水长比赛定位球也就很关键了 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尽量少给对方定位球 在女组比赛里边的定位球防谁都不好防 刚刚说到这个去年的U20 是得杯的比赛 其实这次尼日利亚队也带了一些 去年和中部队U20 有过交手的一些年轻队员 看看这个机会传起来 中路 这个点稍微低了一点 二点球 对方这一次保护的还可以 这现场有球迷在用大喇叭喊了一句好嗨哟 可以 望红 尼日利亚队的世界杯分组有球迷在问 尼日利亚队是和东道主法国分在一组 他这组就包括了韩国 挪威 尼日利亚 当然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尼日利亚队很难和韩国直接碰面 因为中队这场比赛如果是去胜的话 尼日利亚队会和罗马尼亚队去打这个三四名的决赛 而中队相会和韩国队争夺冠军 又是一个帽点 是我打 哎呀 没踢上力量 国亚杀 对方的门将摘高空球啊 这确实有点业余 看着啊 中队今天俩边只要把球传起来 就有威胁 这次对方的宣传被撞了一下 再来抗抗 下来之后顶 然后勒一下打 这怎么上的呀 他好像是脚踝有点问题 杨林大 杨林大确实 进些比赛表现非常突出 踢球非常轻 脑子非常清晰的一个后腰 打后腰就必须具备这个因素啊 一是硬 防守硬朗 覆盖面大 而是能传球 全能性的后腰 看比赛直播 欢迎咱们的球迷惑进行互动交流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说球的李嘉诚 木子李 家庭的家成功的城 找到我的微博制定帖留言 进行这场比赛的交流互动 可以聊一聊 关于中国女族的一些看法 包括我们在世界杯赛场的一个前景 加拿大世界杯呢 我们觉得我倒是觉得我们踢的还是很好的 今年的世界杯分在死亡之组 能否再有突破 这个也很关键 这个组呢 确实不好打 打南非六 我觉得相对来说好一点啊 德国和西班牙确实不太好踢啊 德国女族的整体实力 进行还是越来越强 顾亚沙再给 没有和王山山想到一块去 这个就王山山启动慢了 我们在民党中的区别是 没什么样子 我们在艺术上会 没有和王山山启动快要 没问题 配当武艺 还在国有盟之后 打赛场的分岐 和王山山启动快要 行的 他跟充满地 这道理 在这次比赛之前呢 我们是在澳洲澳大利亚进行了 一个月左右的集训 然后回到美洲 武华来打这一次的 比赛 球迷咱们赵丽娅 赵丽娅没进来呀 那进本回家队了吧 现在主力门将应该就是比小离 比小离机动性更好 一线技术也很出色 有鞋船 再转远点 头就锁回来 凌空打门 给球踢偏了 他其实进攻也没什么招数啊 就是两个边路起球 他中间里中锋的个子很高 身体很好 一点球拿下来之后 还有人跟进打二点 这个还是 就是打的相对简单 但是不一定效果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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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球好的 再给 哎呀 挺大了 还有机会 刘天山 这球打到了他身后 也没有拿住 中队前场 湖顶这再抢 对方把球摘出来 看尼尼亚的反击 这球摆脱不了了 李嘉悦 李嘉悦应该往回传的 这个球 最终还是扛住 把球让出了偏线 球权是判给尼尼亚的 这球第一下 就没有必要往外护了 确实对方的身体太好了 这个位置 一旦有失误的话 你就只剩一个同伴 乌海燕 自己防 就很麻烦 这球稳妥一点的话 就是把球踢出边线 如果有足够自信的话 可以选择回传 在这个区域护球 因为这个球速刚才太慢了 偷球 李嘉悦完成了解围 今天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今天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今天要别给对方叫球 这个球出了边线 武华这个足球氛围 就不必多说了 球王故土 这里的足球文化非常好 这个球接的话也是一个球门球啊 不是 毕小林 这个手没有往外呀 对吧 他他接球的一瞬间 这个球已经到了极限 他不可能说他把这球接出去啊 那这接球之前 应该球就已经出底线了呀 这给了尼尔利亚队一个角球 看这次角球防守 尼尔利亚队13号恩戈奇 右脚打到湖顶这儿 看看投球没顶着 二点钟队的保护怎么样 对方坐回来 中队抢 抢断吗 反击 利亚给到贵亚杀 看看左路大空 贵亚杀转移球 力量小了 看看二点还有 再推右边落 贵亚杀再传好的 楼家慧的速度优势 对方更快 楼家慧按说已经速度很快了 但是面对对方 这个回追啊 还是没有什么优势 明显对方这两步 蹬的更快 更有力 我去问 这个分组是前两名出现吗 是的呀 世界杯应该是前两名出现的 这世界杯分组呢 我倒是觉得打南非这三分是必须要拿啊 必须要拼三分 打西班牙和德国呢 我倒是觉得 不是完全没得踢啊 反正现在看着这实力差距是挺大的 但是我倒是觉得有的打 但是说实话这个分组确实就是死亡之所 这女子世界杯的最死亡的一个小组 南非队 南非队也是非洲冠军级别的球队 实力也很强 长船分左边 哎呦 他的身体真好 西温度 阿哈佐传起来前点 有点麻烦 加远把球借围 球出了边线 这段时间 尼尔利亚队开始缓过劲来了 逐渐在进攻端也有一些威胁 能够创造出来一些机会 张瑞顶出单 在船 打得远点 投球蹭了一下 刘珊珊往前给 赶贵阿沙 中正还是要靠船球 去找对方往前的空端 现在单点 我们速度和身体都没什么优势 吴海燕 刘慧廷 刘慧廷 长船 楼嘉慧 张瑞在要求 对方直接放产 尼尔利亚队打反击 好的 李嘉远这个上响漂亮 迪珀达出球 再抢 但是一有对抗的话 中队确实扛不住对手 这是我们这场比赛的一个明显的弱点 球迷说今天下午不是韩国才和尼尔利亚打吗 他打的是罗马尼亚 不是尼尔利亚 3比0 韩国赢了 我给大家看看韩国队进球的是谁 这场比赛如果1比0结束的话 韩国队将是我们决赛的一个对手 韩国队进了三个球 于敏志 在沙漠场第39分钟进球 郑奇斌45分钟进球 李新闻61分钟进球 那女子组球这层面呢 肯定还是母队的实力更强 美国队是有泰国智力啊 他们是在一个小组 然后球迷让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回苏联女子最球的一个排名 待会有死球的时候 给大家简单的说说 贝亚沙 走外线 头脚再传 这好像有个变线 楼家会停 队友的要求 底下没给呀 这个球坐回来 杨丽娜可以跟进打远射了 杨丽娜没喊吗 还是没看着啊 这个球明显传给杨丽娜的话会更好 这个女子足球的排名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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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队友官网给的什么时候信息 我看一下 2018年底的信息啊 最后一个更新 12月7号的更新 嗯 美国队是第一 德国队第二 法国队第三 英国兰第四 加拿大第五 澳大利亚第六 荷兰第七 日本是第八 瑞典第九 八七是第十 这是前十的排名 西班牙呢 是排在第十二 中队是第十五 哦 有球迷提醒我了 这次女都世界被扩军啊 我刚正好看了一下规则 对 小组前两名 以及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 一共16支队伍晋级到淘汰赛 也就是说中国队 只要赢了南非 我觉得和西班牙队打平拿一分啊 四分的话还是出现的几率很大的 那就是和亚洲杯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规则基本上是相同的 对吧 感谢这个投降是梅西的球迷的提醒 我还是觉得打德国不太好打呀 奥运会 那个我就认为是中国女足近期的巅峰状态 还是输给德国的 虽然我们有个点球 王双没提醒 全靠王双一起之力 王双自己带了几十米之后 创造一个点球 那个比赛就是咬牙拼下来 然后呢 打西班牙觉得是有的踢啊 之前看过两场西班牙的比赛 西班牙这个队还是有弱点的 张睿 叫个刘珊珊 不敢说在套边接应啊 这就稍微传达一点就接不着了 因为对方的回车速度太快了 而他身体也好 你即便和他这个五五开去抢这个球 他他把这个身体扛住 你就不会有太好的机会啊 就很麻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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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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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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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